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百看影谈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韩国电影《恐怖故事》 男主大长脸绑架了女主,要女主给他讲恐怖故事 因为大长脸要闻着血腥味才能睡觉 而女主讲的是他和弟弟在补习班发生的故事 老师送完别的小朋友回来,最后送姐弟回家 两个人回家后妈妈还没回来 玩闹的时候妈妈来电话,说等一下会来送快递的 千万不要开门 姐弟俩听话做了,但是快递员却藏在了走廊里 姐姐去关门的时候 满脸是伤疤的快递员从门口处挤了进来 姐姐带着弟弟逃跑 却在转弯处碰到了第二个快递员 生死攸关之际,姐姐醒过来了 原来只是一场梦 却在上厕所之后,在窗帘后面发现了一只脚 姐姐带弟弟躲进了衣柜里放假发的地方 一堆假头中间却有一个女人的针头 嚎叫着站起来 逃走之后却又碰到了浑身是鞋的女士 可以说是撞鬼大全了 落魄男是社会上没背景没身份的你我他 公司把黑锅往身上背,被逼自杀 反抗着落魄男被武力制服 公司上层一脸冷漠 画面转换之后 原来公司上层就是姐弟的妈妈 落魄男扮成松开地的来报复他 弟弟在中间 落魄男和女鬼围着他 画面转到女主和大长脸 大长脸给女主看了一盒人牙 女主便识相地开始讲下一个故事 恐怖飞机 常务员在树林里奔跑 原来是连环杀人犯伪装出租车司机 杀人犯要在这一班飞机上押送 排毒针的东西 把飞机上的警察团灭了 只剩下一个乘务和机长了 杀人犯突破了机长门 灭掉机长 来杀最后一个乘务员的时候 却一直看到鬼魂 在杀人犯要杀掉乘务员的时候 飞机开始剧烈晃动 杀人犯又看到了鬼魂 乘务员一枪打倒了杀人犯 和副机长要降落的时候 杀人犯却再次拿枪出现 结局谁都不知道 画面一转 女主说饿了 大长脸就拿出肝脏和血做饭 女主接到妈妈的电话的时候 大长脸又恐吓人了 开始了第三个 喜欢小女孩的男人的故事 妹妹想整容成姐姐 因为姐姐要成为 一个有钱老男人的第六任妻子 这个老男人却看起来非常的年轻 在家吃饭的时候 饭桌之下 妹妹用脚勾打会长 会长用手摸姐姐 这错综复杂的关系 看的人好刺激啊 之后就是后妈搞鬼 把姐姐关带家里 送妹妹去结婚了 而会长来着不拒啊 直接就结婚了 这逻辑也就是恐怖片 而姐姐却在一个屠宰场醒了过来 会长的管家在杀戮 而会长和妹妹亲着亲戒就来了一针 把妹妹放倒开瓢了 而姐姐看到妹妹的死 仓皇而逃 发现只是一场梦 第二天 后妈收到了妹妹的礼物 罐子里的肉就是妹妹的肉 里面还有一只会跳动的眼睛 而会长长生不老的秘密 就是吃少女新娘 大长脸还没睡 女主开始讲第四个故事 丧失病毒侵袭 救护车上上来了一对母女 女儿昏过去了 胳膊上还有伤口 上校和护士不确定女儿有没有感染 上校想要把女儿推下车 护士觉得不能直接判死刑 最后上校拿出了枪威胁了所有人 要把女儿送下车 混乱中护士开枪射中了上校 丧尸开始围了过来 一群人开始上车 上校最后上车 被丧尸抓住 一顿抓 妈妈把上校扔下了车 护士不忍心 但是妈妈疯魔了 护士做梦看到女儿变异了 就想测试看看女儿有没有被感染 这个结果是不确定的 但是护士觉得女儿已经被感染了 妈妈和护士争夺枪和女儿的生命 车再次遇到丧尸潮 最后护士败落 妈妈干掉了变丧尸的司机和护士 车翻了 第二天女儿醒了 没有变异 妈妈却变异了 把女儿给咬了 画面一转 女主逃跑失败 大长内用刀架着女主 要她讲恐怖的故事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 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 喜欢血行味就要去当屠夫啊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